今天阿亮剛從學校 剛從校長的手中拿到新的聘約 來 老師 這個是你今年的聘約 然後我不是校長 我是校長的秘書 校長最近很忙 忙著跟行政院院長還忙著跟教育部長開會 要把助理排除在這個老幾法治完 這個是不是發錯了 沒有沒有 這個完全正確 你每一條回去仔細的念一念 助理教授怎麼會起薪三萬塊 這個應該是發錯了 真的真的 這個完全都是正確的 而且呢 我們的校長都跟教育部溝通過了 要貼廣告的 在幫助學校招生啊 學校招生你們才有薪水啊 可是 可是 我應該只是要做 老師跟教學跟研究的工作 為什麼要我義務兼行政 有行政加急嗎 沒有 當然是沒有 學校現在的預算非常吃緊 而且這個年代已經不好了 不是 校長我可以考慮一下嗎 沒有辦法 這個你可以看 跟校長反應說我要考慮一下嗎 大概是沒有辦法 而且校長真的很忙 恐怕沒有辦法見面喔 這個真的是你的屁書 來 老師 好好的研究研究 等一下可以換一張嗎 這個真的沒辦法 這個校長最後要走之前只留下一句話 為什麼要招生呢 為什麼要我招生呢 沒有 校長最後只留下一句話 不爽不要做 還有很多人排隊要做 好好研究一下 背一背吧 來 這就是你的 謝謝 六年升等 招生未打目標 扣我年終獎金 車上要貼招生廣告 是我自己的車上嗎 是 產學合作一年要做一百萬 我怎麼可能做到一百萬 還要義務兼行政 可是 我念書念這麼久 來當老師 並不是為了要來做招生的工作 這應該是行政人員要做的工作 助理教授起薪三萬 那不是只有本縫嗎 我的學術研究費就不見了 學術研究費只剩下一則 三千塊 每日要到校打卡 不得任意離校 評鑑會過就要把我解聘 離職違約金還要三十萬 這合法嗎 本聘約縱使違法 仍不得提出異議 否則是同不應聘人 如違反聘約自願離職 永不得超生 我該簽下這一份嗎 這合理嗎 我到底該怎麼辦呢 因為阿亮拿到新的聘書 感到過度的崩潰 而一時之間 讓時空回到了二十年前 阿伯你怎麼一個人 蹲在這個角落 你怎麼了 你是 你看起來很面熟 你也是耶 你看起來好面熟 你怎麼會 可是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陳阿亮 欸 那不是跟我一樣嗎 欸 你現在在念書嗎 我正在準備要讀博士啊 因為我就是想要把 我現在所學的那些震撼到我的知識 傳遞給 只有想要傳遞給學生啊 我想當名教授了 你那時候二十年後 我們應該在學術工作 和社會實現發光發熱了啊 不是嗎 學術工作沒有發光發熱 只有發瘋而已 我自己當年幹嘛一直念書呢 你這個傻瓜 念什麼書啊 你現在還在念什麼書 我還在念啊 然後 你難道忘記了說 當初阿 你怎麼可以叫我放棄呢 如果你真的是二十年前的我 二十年後的我 你應該記得當年我們在東海大學 路思義教探前 你怎麼跟學弟妹講的 你說啊 我們要把我們的學問啊 貢獻在宇宙之間 要把公平跟理想跟正義 實現在這個人間社會啊 然後 你不要講那麼多 根本沒有這件事情 你連工作都不保了 實現什麼理想 我們學問不是告訴我們 我們要這麼做嗎 我們不是一個人在面對這件事情啊 加入公會改變高校